大家好 我是田园 芋头富含蛋白质和各种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很丰富 我今天就用它来做海鲜玉泥饼 我选的是这种小的芋头 它比较粘滑软弱 先把芋头煮熟 放凉后去皮 倒成泥状 新鲜的芋头非常顺滑软糯 如果有颗粒也没有关系 稍微压碎留在里面 芋子非常软 所以我需要加一些粉 一般是两勺的普通面粉和素粉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会比较好 放一些韭菜段 然后再加调味料 主要是洋葱粉 洋葱粉在这里会非常的香 还有盐 另外一种就是甜椒粉 可以用普通的辣椒粉 拌匀 拌匀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我准备了一些海鲜 主要是虾仁和鱿鱿 你可以增加自己喜欢的海鲜 切成小片 在碗里面 在碗里面加白胡椒粉和盐 调味而且可以去腥 同时呢 我会再放一些素粉进去 这样子 让海鲜和一会儿的芋泥呢 附着的会比较好不弱 再把海鲜放到玉泥里面去 稍微拌匀一下就可以了 准备大好的不粘锅 锅底放适量的油 就像视频显示的这样的量 放进玉泥 先摊平 可以有一定的厚度 开中火 慢慢的煎 如果锅比较大 炉头比较小 不时的移动一下锅 让底部均匀的受热 煎的时候要终于控制好火候 不要把底部煎焦 因为这个芋泥整个饼体比较厚 所以我会在中间 先弯一个小洞 让它透气一下 免得中间这一块比较容易焦 同时也可以让油渗过去 换动一下锅 如果能够轻易地滑动 说明底部基本酥透了 可以看一下 观察一下 像这样焦酥了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需要方面煎 讲究外形完整的话 先把它放到一个盘子上 然后再把盘子倒扣过来 再煎另一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芋泥切成小块 就很容易翻面了 现在我们继续煎第二面 芋泥和海鲜 以及里面的韭菜 洋葱粉 在这个油煎之后 会出奇的香 煎好的芋泥饼 外皮酥脆 里面软弱 香气十足 这是田园独家私房的芋泥饼做法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在热的时候 吃起来像芋泥 暖暖糯糯糯的 放凉后味道更好 就有点像饼的口感 看看这个油脆皮的地方 是不是很有食欲呢 因为可以凉吃 所以你可以作为孩子 带到学校的午餐 不但营养丰富 而且非常的好吃 带脆皮的海鲜芋泥 这是田园私房的制作 你也可以作为艳客菜 估计你的朋友都没有吃到过 谢谢你的收看 有问题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我们下次再见